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将者 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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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山路 在这种旅行 在这种旅行 的价格 现在是在这种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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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敲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敲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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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了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了光 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 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现在就是三根这个 会想给三取众生 也就是说 人间天界以及阿修罗的这些众生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的可怜的生命 那么他们也是依靠我们的福德 既者得诸舍 可者得精髓 苗为诸甘营 那么在我们这个人间在这个世间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的这种非常痛苦 可怜的众生 因为我们欲界众生一般来讲 依靠食物来维持生活的 一旦断了这个因死的话 那么众生也是没办法存活下去 同时在这个世间当中 我们人类一定要用衣服能逼身 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条件 这个众生也很难存活的 所以他这里说 世间当中连衣服都穿不上的 非常贫穷的 就是自身裸体的 极为可怜的 所以一步鼻涕 十步过斧 这种众生时时都是会有的 所以像这样的 连衣服都没有穿得的这些众生 我们也心里面去观想 让自己的善根默默地回向有关的 就是这些众生 让这些众生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就是能获得了 如意的这种妙意 想到他们穿得非常的圆满 所以自己应该有条件 有能力的时候 尽量地一方面布施 一方面也是发愿 让这些世界上没有条件的这些人尽快获得妙意 就是这样来发愿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很多饥饿的人 现在虽然没有出现饥荒 但是也有一些偏僻的地方 连饭都吃不上 一家人经常都是爱恶的 这种情况在汉地藏地也好 各个部落当中都是有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尽量地想办法 让他们不要挨恶 这也是菩萨的一种发愿 所以说 我们这个世界当中 饥饿者也非常困难的 但是有些并不是饥饿者 但是非常的贫穷者 这种情况也是有 还有在沙漠地带 或者是有些地方 就是得不到饮料的 口干色套的 特别痛苦的 干渴的众生也非常的可怜 所以说 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也有许许多多 这样干渴而死的 也特别多的 因此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 世间上的这些人们 像特别干渴的时候 让他们获得清净的这种水 或者是乳酯 或者是各种饮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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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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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些生物分文的穷的叮当相 所以非常穷苦的这些众生也是非常可怜的 那么他们能获得风衣注释一切财富 圆满的财富 当然有些是可能外面的物质上非常贫穷的 有些是精神上非常贫穷的 其实精神上贫穷更可怜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精神是占主要的位置 然后苦者世间当中也有许许多多非常痛苦的人 有些身体痛苦身体上面遭受各种各样的一些折磨 关在监狱当中或者受着各种折磨的也有 有些心里按照《十百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心里压力非常大 特别痛苦的 这个我觉得可能辛苦和深苦两者相比较起来的话 也是可能心里的痛苦是更为严重的 所以说我觉得痛苦者愿他们获得快乐 获得了身心的这种快乐 然后还有一些绝望者 绝望者大家都知道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信心了 觉得一决不准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希望了 有些人比如说在生病的时候 他一生已经说了什么癌症 那这样的话觉得一切都已经完蛋了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金融行业也特别的可怕 原来是几亿或者几千万的那种大富翁 一下子一落千丈 最后应该变成乞丐一样 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绝望 世间人也有很多的感情上 财富上 地位上 以及种种的一些娱乐 没有到达目标的时候非常失望的 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去绝望的 已经没有这个路了 已经没办法进行前进了 有这种感觉的 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发愿 以菩萨的这种不同的功德相遇当中 将下让这些众生 绝望者受到了恢复 比如说你真的是要判死刑的话 后来种种因缘就不用判死刑了 或者是你真正得爱症的话 过两天以后诸佛菩萨的下次 爱症的病再次受打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马上就非常开心 应该我们心里面 始终都是 像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绝望者 愿他们获得了这种快乐 应该有一种勇气 应该一直坚强起来 让他们致命的这种打击 尽快的时间当中效益发迹 最后让他们也照样地 在世界上过美好的生活 未经许可想淡与之后素质尽 一份双声的�器官方 内蒙 真正在说是 最后面面的应该会有数据 数据 并不准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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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病以及种种疾病的这些可怜众生 愿他们依靠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菩提心的卫生力 很快的时间当中所有的这些疾病全部遣除 全部获得恢复 生病前世的时候杀害众生的萤火报应 那么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 各种各样的得病的人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也应该想 如今正在挣扎的痛苦的 非常可怜的苦涕的这些众分 尽快的时间当中依靠药师佛 观音菩萨以及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力 愿他们早日获得快乐 一方面这样发愿 另一方面 自己在你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如果你自己懂得一些医学 还是要尽量地把这个技术用上 同时我们要发愿 世间上是以前生病了的这些众生 愿他们立刻解脱这种病苦 然后还没有生病的 世间上千千万万的这些众生 让他们的身体永远都是降降康康的 不要生一点的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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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种恐惧感 胆小的人让他们一定要应用 坚强 还有世间上有许许多多的束缚者 有些关在监狱当中 与铁鸟挡困着的 有些虽然是人在这个世间上 但心里被各种烦恼束缚 一刹那间 一瞬间的自由都是没有的 有些比如说家人 丈夫已经束缚她的妻子 一点自由没有 特别的痛苦 有些家人也是束缚其他的人 很多的自己觉得是没有一种快乐 这样的这些人 让他们获得自由 获得快乐 因此我们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束缚是痛苦 自由是快乐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的各种束缚者 让他们 我们通过念戒佛座 修戒佛法 就是去解脱 从束缚当中获得解脱 还有一些弱小者 心里特别的低落 或者人当中 有些是特别 语言也是说不出来 有一件事情的话 表达不出来 有一件事情也不敢做 看起来也是特别弱小 而心里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那种脆弱者的话 愿他们也是应该身强力壮 应该内达无穷 什么样的 表面上看来我是很弱小的 身体格格稍微小一点 但是我的心里 任何违缘也是不可能摧毁我 然后自己昂殊听胸 什么事情都能敢做 应该世间上的很多弱小者 变成这样 这是我们的一种发愿 大家心里应该这样想 凡是世间当中 有一种可怜的人 痛苦的人 全部都获得快乐 我们经常也是在这个世间上 看到了许许多多的 表面上看来快乐的 但实际上不快乐的 表面上看来强壮的 实际上心里很弱小的 我们有些人看起来 这个身体很不错的 这个人的心里可能还是很有勇气的 可是尤其是在让他利益众生的时候 心里一点都 这个也不敢 那个也不行 心里特别的脆弱 所以这些人应该就是 固着勇气 应该加上一种力量 心里这样发愿 有多好可怜的 说就是 想和道人所为 沒想到以下的 从我认识中 做了很可怜的 有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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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主应上故处处皆安乐 所求一切利益 无脑细成本 缘主航行者成本一所缘 安迪河海岸情有共换聚 下面就是说愿世间当中所有的一些 为了财户而做经商贸利的这些人 就是这些商工和经商者 那么他们也是始终都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些做生意的人 也是有风险比较大 可以说他们现在不管是做任何生意的话 还是非常的痛苦 现在的商人心里面的这种忧愁非常非常大的 他始终都觉得有一点得到不满足 然后还有更多的欲望 但是欲望不断地涌现的过程当中 原来的可以说是联兵戴力 原来的这种经商全部都很有可能破产了 有这种危险性的 所以我们圣者 寂天菩萨发愿了 让世间上所有的这些空患不安的 心里没有安全感的这些商人们都应该快乐 心里不要有这么大的忧愁 让他们所作的这些一切经商顺利 能获得了一定的利润 让他们的一切所求都应该 无有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得到满足 看出航行者 全般一所讲 还有世间上 不管是空中航行者也好 海上航行者也好 航行者 他们也是有一种自己的目标 我们也是发愿 世间上所有的航行者 那么愿这些人 包括我们发愿的时候 过路的人 坐车的人 坐火车的人 所有的这些 千万不要他们遇到违缘 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对每一个众生一定要 终而言之有一颗善良的心 如果这个心扩大的话 就是发愿 愿他们获得如来的果位 但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平时我们有一些善良的人 对谁都不愿意造出任何的痛苦和困难 愿他们一切的快乐 就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们这里也想愿 世间上所有的航行者 他要所成办的一切事情圆满成全 而且他自己圆满地回到自己的目的地 回到目的地的时候 都到岸边的时候 他的亲朋好友也是在岸边一直等着 所以让过海者 或者这些人都很快乐地 圆满一切这种事业 这样来观想 这是我们菩萨 应该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 基本上是心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那你不管是什么样 这里没有说到的一些 看见的众生 始终是心里有一颗善心 让他不要遭遇任何痛苦 即使他遇到一些痛苦 在尽快的时间当中获得解脱 是这样一种心态 这就是我们回向彼的内容 给你回去和亲朋好友画的不幸运 但是你去海 diferente tips词需要 账记 是行为艾车的 是10号坚控制的 是耳其他人 Tro Pis 那是一种小来的 你在家的路上 但是当不停有很多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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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